看完之前的幾集 我自己對愛滋病都了解多了 但正所謂預防總是勝於治療 而今集我們會邀請到關之強醫生 為大家講解一下 如何避免感染HIV和性病 這集內容和大家息息相關 記得特別留意 還有 記住看到最後 有機會迎取豐富的獎品 其實PREP和PAP都是很近似的藥物 這兩類的藥物主要是用來預防外滋病的感染 我們主要用在什麼病人身上 我都想強調未曾受到外滋病感染的人士身上 其實PREP PREP 我們叫做Preexposure Prophylaxis 好像英文名稱 是一些事前的預防性藥物 而PEP 就是Posexposure Prophylaxis 就是事後的預防性藥物 我們會適合什麼人士 或者我們會開給什麼人士使用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就是一些 有個高危性行為 或者他們的性行為 或者他們的其他行為會容易一些 或者較高危感染到外滋病的病人 預防性藥物 就是PREP 我們現在都鼓勵 譬如有些高危性行為的人士 我們都要想他們定期服用PREP 以達至預防外滋病的效果 其實PREP和PREP 在香港來說都是一些註冊藥物 我相信最主要的途徑 都是透過註冊的西意 那裏獲取或者去購買 其實如果吃PREP這個事前的預防藥物 其實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也是我們比較鼓勵 最好就是天天吃 就是每天我們都想吃一粒藥丸 一粒藥丸就包含了這兩類藥物在裡面 有另一種方法是需要時服 需要時服的復藥方法 就是當你預計有高危性行為之前 2-24小時內 我們就要吃兩粒藥丸 每隔24小時就吃一粒藥丸 吃到什麼時候呢 吃到你完成高危性行為之後 再多吃48個小時 簡單來說再多吃兩粒 24個小時加24個小時 這個就是有需要時使用PREP的方法 我們要吃這個方法 其實主要都是吃28天 當然這個方法 事後的愛滋病的預防 就比較多選擇和多配搭 這個就有些可能就用一粒藥丸 有些可能會用一至兩粒藥丸 這個就可能真的要跟醫生商量一下 談談一下 PREP和PEP其實是用來預防HIV的感染 但是不是真的等於吃了他們 就不用安全套 100%不會感染到愛滋病 其實這個答案可以肯定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的 其實理由就是這樣的 因為就算你用PREP和PEP也好 都不會100%防止到感染到愛滋病 除了感染到愛滋病的話 當大家進行高風險的性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只是想愛滋病 我們一定要想起其他的性病 譬如梅毒、包疹 甚至乎淋病、非淋病的尿道炎 而這些其他的性病 是PREP和PEP也不可以預防得到 我們有幾類人士都認為是較高風險 感染到愛滋病或其他性病 第一類的就是藍藍的同性戀者 還有就是一些我們叫跨性別的人士 跨仔或者跨女 比較多性伴侶的人士 不用安全套的人士 濫用藥物的人士 共用針筒的人士 這些我們都是屬於一些高危的群組 他們會比較我們叫高風險些 能夠有機會感染到愛滋病 以及其他的性病 有機會感染到愛滋病 U等於U近幾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也想帶出這個概念給大家聽 第一個U我們可以這樣說 就是一個叫做 Undetectable的病毒 第二個U我們叫做 Untransmissible 即是說很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Undetectable的病毒 即是我們檢測不到的病毒 其實已經可以等於愛滋病 是沒有傳播的能力 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是一個愛滋病的感染者 只要我定期去服用一個叫 抗愛滋病的藥物 即是計味酒療法 直至到我病毒的指數 是去到Undetectable 即是檢測不到的水平 接著就大約維持六個月左右 而病毒指數都仍然是檢測不到的話 即是說其實我這個愛滋病 那個傳播能力其實已經是沒有的了 在現今的科技來說 就算他在用三種的藥物 其實他們現在都是可以製造到 一粒好像手指甲 或者手指頭那麼大大的羊丸仔 所以其實在現今來說 治療愛滋病 基本上我們叫做一粒藥丸 每日吃一次 其實已經可以有效有效地去控制到愛滋病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推出了流動測試車 希望下次可以見到你們